Hello,大家好,我是KK 关于暖气草,我们聊过Sales Team 我们聊过Joyzea 但是一直没有仔细聊Bermuda 不是不聊,而是聊它太复杂 咱们今天就先聊聊前半段 如果有的朋友去过南方的高尔夫球场 大型的室外足球场 或者是田径场 你会发现呢 这里商业草坪的草种 全部都是Bermuda Bermuda以质地柔软 恢复迅速 极强的耐害性和耐磨性 以及超短的割草高度 而称霸南方所有的草种 但是大家可能还不太清楚 实际上Bermuda 它也被叫做Bermudaweed 也就是从名字上你可以听出来 它实际上是一种 由杂草衍生出来的草坪草 在南方草坪发展初期 Bermuda实际上并没有被看好 这跟它的习性有关 Comen Bermuda 中文叫做野生Bermuda 它实际上并不适合做草坪草 那是因为野生的Bermuda节间空隙很大 地上根莖过于粗糙 并且它还过度依赖 超长时间的日光直射 导致很多商业草地的使用场景 它都不能胜任 但是很快大家就意识到了 Bermuda的生命力和繁殖力实在是太强大了 以至于就连专业的草坪维护者 也无法有效控制野生Bermuda 对其他草种的草坪侵染 Bermuda不光可以靠地上扑腹根 可以蔓延繁殖 它还有地下的扑腹根 可以分叉繁殖 并且它还能依赖每年多次的节子繁殖 它耐旱 洗羊 甚至就算连续几个月无水的环境 都无法彻底杀死这种草 所以在实在没有办法之后 草坪维护者就干脆对野生Bermuda 进行了品种的改造 来尝试是否可以把这种头疼的杂草 变成可以利用的草坪草 于是在这之后 才有了Hybrid Bermuda 中文里我们叫它杂交Bermuda 经过多次杂交培育出来的Bermuda 虽然失去了通过草籽的有性繁殖能力 但却拥有了更柔软的质地 更短的节间间隙 以及更厚实的叶片结构 加上原本具有的极其出色的耐汗和耐磨性 以及地上地下根的无性繁殖能力 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杂交Bermuda就很快登顶了商业草坪的首选草种之一 当然在这之后 草坪管理者逐渐推出了各种各样的杂交Bermuda 甚至还可以通过种子来建立的杂交Bermuda草坪 不过呀 在杂交Bermuda里最出名的 就是Tiffway 419 那说完了历史 我们来说说现状 对于我们普通家庭用户 这些年越来越多的房屋建筑商 都会选择给住户铺Bermuda草坪 但是在我看来 这实际上是个错误 虽然Bermuda拥有以上我们提到的种种优点 但是可以说Bermuda这种草 是非常不适合家庭用户来种植的 换句话来说 可以说95%以上的家庭用户 可能永远都没有办法拥有一个完美的本命的草坪 这跟我们普通住房的种植土有关 跟我们的房屋朝向和草坪朝向有关 跟草坪的日照时间有关 跟我们的割草方式有关 甚至还跟割草基草肥的种类都有关系 我们先来说土 看过我前一期视频的朋友应该都已经知道了 在我们房屋地基周围的草地下面 基本上全是大石头 那真的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情了 没有足够厚的土 就没有足够强健的草 这很简单 不需要多数 咱们再来说说日照 也就是我前面提到的房屋草坪的朝向 本没有那草天生有个缺陷 就是合成糖分的能力很差 它至少需要连续8到12个小时的前光暴露 才能合成足够多的糖分 来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 这一点对于高尔夫球场和经济场来说很好克服 因为它们本来就不能有折道 但是对于我们普通人家来说 谁家还没有个树 还没有个散 尤其是在南方城市的大得者 再说割草方式 本没有那种生活习性是被割得越短 它的延展力就越强 细密性就越好 在常见的高尔夫球场和足球场 草坪管理者都是使用至少上万刀 多则十万刀以上的滚筒式割草机来割草 这类割草机可以把割草高度控制在三分之一英尺左右 但是我们常见的家用旋转式割草机呢 最低的割草高度也要在一英尺左右了 并且几乎我们所有人家的地都不平 不要说一英尺了 就算是用两英尺的高度来割草 你也很能明显的感受到割草机的跳上跳下 所以在严谨的商业模式下 人家的本命大草坪真的是可以维护成像地毯一样的细密柔软 而我们普通人家的本命大草坪 就像是掉了毛的麻布一样又丑又难看 所以到底怎么做呢 首先我们要先放低预期 网上的照片都是骗人的 人家可以拥有完美的本命大草坪 但是放到你家 可能还真的没办法实现 其次要尽可能的满足本命的草坪的生长需求 比如说把遮住阳光的数值尽可能的修剪掉 从早上的第一缕射到草坪上的阳光开始计算 到晚上最后一缕阳光 离开同一块草坪的时候截止 看看是否能够满足至少八小时的光照 另外还要把过薄的草坪土 加到至少四英尺的厚度以上 以上这两点就好比你想马儿跑得快 不能不给马儿吃草一样 这些是最基本的需求